各位喜歡蘭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 今天呢,要跟大家來介紹另外一種水耕蘭花的方式 這一種是叫做有介質的水耕,英文叫做semihydroponics 我有很多的蘭花目前都是在用這一種方式養殖 那也有不錯的效果 那好處其實基本上跟水耕一樣 就是一直都是有水的狀態 所以基本上呢,我不需要每一個禮拜都要給水 有時候甚至到十天 那冬天我基本上都保持在大概兩週給一次水 那有時候夏天比較熱,它蒸發的比較快 我就會給水給的比較多一點 但是呢,其實夏天的時候啊,因為它也是比較屬於生長期 所以我施肥也會相對多一點 所以基本上我每個禮拜 我都會給水 但是呢,我的施肥就是可能間隔 一個禮拜一次用肥料 另外一個禮拜我就完全用水 那有時候呢,我是用浸泡的方式 就因為我會用這個外杯 把它放進來 然後再把水加滿 加到滿讓它泡 有時候是泡 只有泡軟水而已 那因為這樣子的話呢 有時候可以進而溶解掉一些它沒有分解的肥料 那有時候呢,它石頭上面有一些其他的物質啊 或者是鹽份啊等等的一些東西 你也可以用泡的方式把它那些東西溶解 然後你再做一個flush 就是一直沖水 然後讓它水一直流出來 然後等於是把它裡面蓄水池的水也都更新 所以目前我有用這種hydrocorn來做有介質的水根 那我也有用另外一種東西叫做monto clay 上面的這個就是我剛剛說的發泡鏈石 那我用的這個牌子叫做hydrocorn 它呢就不是每一顆都百分之百的是圓形的 它是不規則的形狀 那最左上角那一顆呢 你就可以看到它裡面 重切面的部分 它其實因為它是 已經就是膨脹過 所以它裡面呢其實是有小空隙的 有空間可以吸水但是也有空氣 下面這一排這三顆就是我剛剛說的monto clay 這種呢它也是用瓦片 clate這種材質 瓦片的那種材質做的 那它更小一點 那它這種呢是石心的 它也非常的吸水 在德國有另外一種牌子的 嗯...戒質叫做ceramus 很多養蘭花的朋友之前啊 也都非常喜歡用那種來養 因為那種呢也是一樣 你用了戒質 蘭花一旦長得好 其實你都不用擔心需要換 呃...戒質 否則我們都知道 用水草養或者是用 蛇木穴或者是用樹皮養 因為這一些呢是有機的戒質 所以當...嗯...一兩年兩三年 這個戒質一旦分解之後呢 它其實會變得相當的酸 特別是水草 哦...你的pH值都可能會降到3啊 或者是4 是相當的酸的東西 所以很多時候啊 戒質如果已經不行了 該換的時候你沒有換 它就會影響到你蘭花的根系 很容易會使你蘭花的根系 呃...產生爛根 敗根的現象 那給大家一個...嗯...例子喔 就看它有多吸水 你就看...看一下這個 你看它就把那個水就馬上就吸上去了 然後它會一直吸一直吸 但相對的啊... 你看這一顆大顆的 它在水滴上去之後啊 它也會吸 但它吸收的效率就沒有這個這麼好 因為這個到最後呢 下面這一排的啊 基本上到最後啊 它們會整顆 都會吸得相當的均勻 像你看這一顆 右邊的第一顆 它已經基本上就是 水分現在就是已經都 大部分都吸掉 還有一些在這個石頭的底部 但是到最後啊 它會整顆吸得非常的均勻 所以說這兩種都是我們很喜歡用的戒指 那我目前有單單用這一種來使用 那我也有單單用這一種來使用 但我發現目前 效果最好的是這兩種混合使用 然後我喜歡的比例 目前覺得最成功的比例是 2比1 兩杯這個 一杯這個 然後混在一起之後 的戒指 我發現蘭花最喜歡這樣子的比例 你看這一顆 你看這一顆剛剛點下去 它下面還有水 這顆 我拿起來 下面是完全是 沒有水的 但是這一顆現在就是很飽滿 然後這一顆 下面還有一點點水還沒有吸完 然後我們來看看下面這一顆 還是有一點水 所以說 這種發泡煉石呢 它的吸水性 沒有這種石心的 Manteau clay來得好 這種啊 我相信日本人是有把它拿去種他們的 比如說艾滋松啊 拿去種一些他們的邦宅 日本小盆宅 但是 我目前個人最喜歡的 的方式其實就是 2比1 非常 歡迎大家的意見跟指教 請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那以上呢 就是我為大家今天帶來的影片 這邊就謝謝大家的觀賞 我們下次再見